历经三年多的时间,南加州潮州会馆新会馆终于竣工。 为了庆祝,主办单位特别召开了记者发布会。 据了解,新馆的使用面积比原来扩大了一倍, 充满中国元素的建筑风格气势恢弘,成为了中国城有一新景观。 这次工程总共花费了超过200万美金, 绝大多数的款项都是潮州相亲、兄弟会馆, 还有家乡商家和地方政府资助的。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, 可以在未来更好地为相亲服务。 这个馆总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, 头头尾尾花了三年多的时间, 这个建筑屋今天才能大功告成。 我们所发挥的已经超过200万美金, 200万美金。 所有的监款都是我们相亲, 我们这边的一些兄弟会, 相亲跟我们一些家乡, 一些商家赞助的。 这个金额从每位十万块钱到十块钱都有, 总共这个金额的人数已经超过800人。 我们这个关地庙跟这个会馆跟从前是差别很多, 我们现在就有大概6500尺, 比以前的就大概大了两倍。 我们这边有大会厅, 我们这边有观之庙, 我们有老人中心, 我们下面还可以有两个教课的课室, 可以叫中文的。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都可以在这边办, 到时可能还有朝济班, 什么通通我们都会在绿续在把它夸大, 为我们更大的乡亲来服务。 敬老尊贤, 辅助后进一直是朝周会馆的传统。 在历届成员们京城团结的合作下, 大家出钱为乡亲谋求福利, 积极推动基因互助组, 奖学金组,文教组, 康德组,青年组,体育组等各个活动。 经过多年来的时间, 得到了朝周相亲的肯定, 同时也得到了乔舍的鼓励和赞赏。 新会馆的建成, 相信会让会馆的工作更上一层楼。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